這十五秒超嚇人的經歷 永生難忘 機上乘客落地後 心情還沒平復 因為他們在搭機過程中 遇上恐怖亂流 卡達航空波音七八七客機 當地週日從杜哈菲往愛爾蘭 在土耳其上空機身 突然劇烈震盪 當時正好供應午餐 機組人員和乘客共十二人受傷 這是新加坡航空乱流 意外後最嚴重的空中事故 卡達和新加坡航空 都名列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 前二十五名 卻接連因為亂流導致傷亡 而新航事故 很多乘客現在傷勢還很嚴重 根據泰國醫院說法 受傷乘客中出現部分癱瘓症狀 還無法確定是不是永久性傷害 有傷患更指控新航消極處置 第一批進入機艙救援的醫師 也透露當時越往後艙破壞程度越大 傷患多數集中在機艙尾端 而這架發生意外的新航客機 也在週一飛往新加坡 說進一步調查 TVBS新聞都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